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你上班到公司 把车开到停车库门口 然后按下停车按钮 就有机器人帮你把车停好 下班前 你打开手机APP 点击预约取车 机器人就会帮你把车从车库取出 而且只需80秒 便捷的智能操作 是不是让你误以为在看科幻电影 其实这样的场景已经被中国研究出的一款智能的停车系统实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智慧停车领域 AGV停车机器人的应用是关键一环 所谓的AGV是指自动导引运输车最早被应用在仓储物流领域 而应用到停车里用的AGV则是指系统自动设计最佳路径 转件控制AGV机器人通过几种导航技术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的过程 它解决了存取车的难题 提高了停车场使用效率 2016年 国内第一个智能停车机器人落地南京夫子庙地铁站 如视频中的智能停车场景 汽车进入车库后 流程完全自动化 车先被升降到停车层 自动停车机器人收到指令开始工作 它移动到升降平台上把车拖住 然后根据系统设计的停车位的路径 通过激光导航自动把车停到指定位置 全过程不到两分钟 车主还可通过手机预约取车 整个取车流程简单 操作方便 是驾驶员的福音 这个智能立体停车库 采用的是一丰全球首创的AGV停车机器人 产品一经推出 轰动了世界 连美国 德国都排队来偷学 一丰首创了全球第一个AGV停车机器人 将激光导航 舒尺交换 与AKG停车机器人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AGV机器人停车精确度误差少于5毫米 取车时间约为80秒 可实现100台机器人同时调度 而且使用这款机器人所需要的车间巨小 不需要人行车道 比传统停车场增多40%的停车位 目前 高端全自动化停车主要基于机器人技术 涉及到雷达 识别 激光测距等高精尖技术 门槛较高 迭代更新时间较长 一般10至15年迭代一次 为了保证机器人的技术领先性 一风在研发设计的初期就开始做相应的专利布局 一方面规避相关产品的专利 一方面要求技术比市面上的产品更为先进 从整体上看 衡量智能立体停车优劣性主要有三大维度 第一 稳定性 框架结构需要非常牢固 机械故障率要低 确保车库系统持续稳定运作 一风机器人结构牢固 最高载重量为2.6吨 能搬运任何的车辆 且在电池动力 软件控制等方面的优势 减少了系统的故障率 即使一台机器人的故障 也不用担心会影响整个系统 第二 升降存取速度 车辆多时 升降及存取车辆的速度 直接影响车库的运作效率 车主的体验 一风的机器人 最快行驶速度为每秒1.5米 并能前行 后退 侧移 旋转 曲线形式 保证平均取车时间少于120秒 第三 防跌落技术 就像电梯箱有防跌落的装置 在升降运送的过程中 机器设备出现故障时 需要稳稳拉住升降台 锁住车辆 保证车辆完好无损 在这方面 一风做了大量的专利布局 技术在行业内遥遥领先 无论在稳定性 速度和安全性上 一风的产品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凭借此款停车系统的优良性能 一经推出就获得国际上 著名汽车公司的青睐 作为世界上汽车技术排名第一的德国 这一次居然主动找到中国 要求进行合作 今年来 国内停车机器人进展迅猛 各大企业纷纷推出新的智慧停车产品 一二线城市基本都有了已建成 或正在建的AGV停车场项目 但最让小编感到震撼的 还要数下面这个项目 它已经不仅仅只满足于解决人的需求了 今年1月11日 中级集团旗下企业 中级物联透露 该公司中标 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项目 工艺标段项目 该项目主要服务连云港滚装汽车进出口业务 规划5200个停车位 全部采用AGV机器人自动驳车 建成后成为港口首个机器人停车场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机器人停车场 这是国家物流枢纽基础性 补短板重点支持项目 以是继港珠澳大桥 香港口岸人工岛自动化停车场项目后 终极物联中标的 又一重大交通新基建项目 连云港滚装汽车业务发展快速 出口车辆突破20万台 预计未来出口量将持续攀升 但用于出口车辆停放的堆长 仅15万平方米 停车位9000个 远远不能满足出口汽车井喷式增长 规划建设的连云港国际汽车 绿色智能物流中心项目 是国家物流枢纽 基础性补短板重点支持项目 位于连云港自贸片区 港口核心区 总投资3.36亿元 总占地面积3.02万平方米 建设一座总建筑面积 7.4万平方米的智能立体车库 规划为5层 5200个停车位 全部采用A级V机器人自动驳车 项目创造性利用空间 相比传统地面堆场 总车位数量提升9倍 48台A级V机器人 满负荷运行 可实现每小时368车次 年周转能力可达18万辆 该项目以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等技术集成应用 可实现车库管理系统智能调度 汽车挤港前 车库管理系统接收港口声管系统入库指令 可预分配车位 根据输港作业计划 车库管理系统生成车辆出库计划 智能调度系统锁定出库车辆 将车辆提前取出 或搬运至较近车位 缩短出库时间 实现已至提效 在绿色低碳方面 车库屋顶采用光伏绿电 供车库所有电器设备使用 多余电量可支持港口其他作业 与传统自走式停车场相比 A级V机器人停车优势明显 存放单量汽车碳排放量降低70% 每年减少碳排放量9吨 中级物联连云港项目负责人 韩雷军表示 在智慧港口的建设中 作为智能化搬运设备的 A级V机器人 作用愈发凸显 这是中级A级V机器人 首次应用在港口 服务连云港进出口汽车业务 该项目以数字化技术 打造可视化智能仓储 实现线上信息广泛互联 线下车位只能调度 线上线下协同联动的创新模式 库外智能闸口代替人工点减 库内A级V机器人盘点 代替人工日常盘点 利用智能化设备替代人工 在节约人力的同时 能更精准快速动态记录 实现自动化数据采集 对传统港口堆场智慧化升级 具有示范性作用 中级是国内最早进入 立体停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由中级物联全面负责 中级智能停车业务 目前 中级物联依托中级 在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化 物联网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和优势 在全国多地建设 和完成上千个智能立体车库项目 中级物联自主研发的 双层A级V停车机器人 在机场 港口 医院 工业园区等领域 拥有巨大的应用商机 特别是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 自动驾驶等技术集成 实现停车智能化 车辆管理可视化和运营高效化 按照国家有关规划 各地正加快新型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堆场建设和改造 智慧港口建设迎来全新风口 中级 腾讯 华为 百度 阿里 京东等产业巨头 已纷纷布局智慧港口 中级物联董事总经理程鸿达表示 港口是国家重要的物流枢纽 和实体经济的代表 数字化程度已成为港口核心竞争力 各大港口正把数字化作为港口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 中级物联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 实现连云港滚装汽车堆长智能化 自动化和无人化创新示范应用 助推港口转型升级和企业提制增效同时 以为全球港口智慧化升级 贡献中级方案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体验过机器人泊车吗 感觉如何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赞加订阅